那时候新的这个男的 大市场 男的永远割风底 然后呢 这种浓闭大眼 就是典型的 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个大脸盘子 就是这种审美 你看他都是这路子 当时的审美 就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脸 我的那一期应该是九五几年的 九几年的 因为这个是在内地发行 这个跟香港 跟东南亚的不一样 你看当时选的女演员女明星 然后拍了镜头 看民国味儿 你看他们美白 不是 我感觉是很妖媚 有点妖精下 要勾过来 所以当时这一本 还算是正经的 还有其他类似的电影刊物 我们那个年轻时代 真的当作小本 叫黄叔来看他 买回家不敢带着 放在怎么带回家 塞在衣服里面 要上个厕所出来 然后看完还要从厕所的后窗丢掉 怕被爸爸骂 看黄色小说 后来我才发现他收了一堆 比我还慌 在床底了 所以不一样 在香港跟整个南洋 当时说南洋 东南亚 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像那个大众电影 每一个人的表情很阳刚嘛 阳光嘛 应该就是说往上很积极 你看这阳光嘛 阳光 那时候当然也有青年人的苦恼 就是这样的 多有意思啊 你觉得表演有时代性吗 有啊 三十年代那篇 那个拍电影的时候 都有典型特征 就是他说话速度慢 现在我们说话速度快 是被社会逼的 过去社会整个都慢 所以人都慢 慢条斯理的说话 你听着老水先生的录音啊 什么的 那这说就在老北京的话 特别慢 就是我觉得信息量 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三分之二 就是他达不到百分之百 我们现在说话速度 你相信我现在这速度 都已经是非常快的 过去人没有这么速度快 这么快说话是野蛮的 人就是人看不上 那我应该好好改一改 你仔细想 三十年代 像马路天使这样的片子里 那人说话 是不是很满在台词 我现在觉得这个怀旧啊 你看就是他们这个18岁啊 就是好多人写文章啊 聊啊 包括这个冯小刚拍这个方华呀 好像都会 你会觉得到了某个岁数的人啊 他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 好像特美好 特别浪漫 他有那么样的一种那个记忆 包括你看姜文 拍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觉得那个时候 在他的记忆里是阳光灿烂的 当然一个人 就是个人头上一重天 我现在发现真是这样 就是在你的回忆里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晴天 但是也许在当年 下牛棚的一个人的回忆里 对他来讲 未见得那是一个多舒服的 一个时候 我就觉得 人为什么会 回忆一个自己年轻的一个时候 还想的特别美好 特别浪漫 你知道 你比如有些 我现在就发现有些演员呢 实际上他是怎么说呢 他是不爱这个在外 就像你一样也不上网 也不看电视 也不干什么 就陶醉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 你比如说张韩宇 对吧 这个韩宇老兄 我就发现 他就活在那个年代 就任何饭桌上 他都能自言自语啊 就不管你们聊什么 他说哎那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起个头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 凋得一 他马上他就接下去 就是你会发现啊 你说他是永远觉得 那个时候最有味 最过瘾 最好吗 对 那个时候相对比 今天的社会单纯 我们今天做事累 就累到这个社会复杂 就你做一个事情 不管你去做什么 我想他肯定这个就有感触 你拍个电影 他不是你想拍个电影 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有一大堆子 就是游离于你 你这个事情本身的 然后你又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就变得非常累心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简单 就打架都很简单 打完了也很简单 打完了还能好 还能好 就是没 就他变得很简单 那今天你是这不可能的 而且今天呢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两个人看着很好 出门就说坏话 各种下半个 这就是很烦嘛 对不对 人是希望活得单纯 为什么你怀疑你 就怀念你小时候 小时候是单纯嘛 对不对 你一复杂了 就不愉快了 没有 单纯当然是一个 有时候怀旧是一种美学 而且怀旧在不同的年代的意义不一样 我看到现在 我们到一个年纪 怀旧理所当然了 因为前面的路差不多了 你看到差不多 就是说你要往回去 找回自己的坐标你的意义 我们怀旧是正常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二十来岁在怀旧 怀他十五岁的旧 怀他十月岁的旧 当然跟媒体有关 因为当怀旧变成一个美学 怀旧变成一种流行 变成甚至变成一种产业的时候 他们很年轻开始怀旧了 每一个九零后我们都知道 都说感慨自己老了 零零后来了 都说九零后开始生小孩了 开始做人头了 开始掉头发了 九零后有什么了不起 然后就怀旧了 怀旧的时间段越来越压缩的短 那是说明社会变化快 有机会 你像你过去生活节奏缓慢的时候 你从小学到中学 这社会就没有变化 那你怀哪门子救啊 还有一种就是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小字调的无病身影 现在孩子可会这个了 就是他本来没怀旧 因为大家都在怀旧 我不怀旧 显得我落雾 文立你觉得呢 你觉得就是你那个十七八岁那个时候 你现在想起来 有一些特别美好的记忆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 我就是为什么我就想到那张照片 就是在水校的那张照片 是因为我觉得 我真正觉得我自己快乐的时候 是在三十岁以后 我在我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前 就是二十多岁 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一直在 因为我是个双子座嘛 然后我就很纠结 我就都能感觉到两个自己在打架 然后一个自己觉得人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觉得自己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 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 就是特别冲突和矛盾 所以那张照片我觉得 挺能代表我那个十七的就是一直在做这些思考 我自己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为什么活着 然后老是问自己一些很深刻的问题 但是又不能解决 然后自己就开始读各种的书 什么从什么泥彩到书本华到时候 然后就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来 结果读了一圈也没搞清楚 所以我觉得那个十七其实反而是一个就是青春的 但是呢是充满了那种对世界的未知 然后又想了解这些世界 又想了解自己 然后一个悔涩的 我现在想想我觉得 所有人都觉得青春是灿烂的 是美好的 但我觉得外面是美好的 那么如花似玉满脸的胶原蛋白 但是内心里头其实是困惑的 因为你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在三十岁之前 你要解决人生太多的问题 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 你的所有的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要在这个阶段把它解决 因为你到三十岁如果还不出嫁 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老姑娘了 对 然后你到三十多岁要三十而立 你如果还没立的话 你又觉得你自己已经变成一个 有压力了 就变成你就这个事业上 你就没有可能性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既有外在的压力 又有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 和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种特别门闷懂懂 尤其是我一个外乡人 一个小城市的人到了北京 融入到那么一个 一个汪洋大海之中 然后真的是困惑迷失 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咱们俩一样 我就跟你一样 就是因为我能欣赏别人的怀旧 我一直在 那天我有一个哥们还跟我说呢 你看你那个照片也是那样的 对 他说现在爱怀旧的人 是觉得现在活得不够好 就没有以前好 他说你要不爱怀旧呢 就说明你对你现在状况很满意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但是至少在我记忆当中 真的跟流行的叙述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看我那个这个照片 就阴郁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小时候不快乐 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好 就现在最好 就我觉得我现在最好了 就是包括什么 他们讲什么初恋的美好 好什么呀 我现在想起初恋太吃亏了 你知道吗 就是傻的 你就完全不靠谱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对于女孩子 可能还有个青春亮丽 对于男孩子呢 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想初中的时候 我看那个哲学书啊 我给自己起个笔名叫什么拓生 就这么傻的开拓 就好像想在人生的荆棘当中啊 找到生活的方向 实际有点像一个小镇青年 你觉得吗 对对对 找不到生活的希望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的小时候跟姜文啊 跟风小刚他们可能不一样 大概他们过得比我好吧 就是你看他们那些记忆 好像有很多快乐的时分 我觉得我小时候 那就是比我厉害的 他就欺负我 对吧 然后呢 剩下的我想达到的 我都达不到 想去一肚子那个空想 但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反而是到了 后来到了四五十岁 我觉得青州已过万重山 就是哎 什么事你都明白了 也知道 没有那么重要了 没有重要了 也知道这东西怎么享受了 你现在想起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 我说比如说这个初恋 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女孩子 后来我发现 我还不是我们同学了解她 那完全爱 那是傻吗 爱上的是一个 自己幻想当中的一个形象 就是而且就是苦的 就是哎呦 他们觉得那叫纯洁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就是说啊 我你知道我拉她手 碰一下她的手啊 我就觉得犯罪 就有有就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有一次说我们在那个校园里 就说这初恋 就说这个拥抱啊 这就是拥抱 拥抱一不留神啊 那个时候女孩子穿的衣服也宽松 我藏一下 真的 然后在小身的里边 但不是我故意的 但是你知道这就 有一点故意 很有可能 但是我把手拔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亵渎了我的女神啊 我就拿这个拳头 打这个树啊 我把我这个手都打出血 我觉得我犯了罪 我觉得太亏了吧 摸一下都没摸过 真的就是 我现在想想那有什么好的 那怀旧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啊 有时候是追寻以前 以前快乐的地方 有时候是遗憾 像我怀旧有时候心情不一样 整个眼光焦点也不一样 有时候是遗憾 假如遗憾以前活过了生命啊 有些事 有些片刻 我是希望可以回去 不要做某件事 不要说某句话伤害 比方说伤害父母亲的感觉 不要做某个不好的行为 伤害我老婆的感觉 然后比方说想回去 某些时候表现好一点 不然我一直觉得 对不起我生命中第一个女人 表现不好 让她 我还记得结束之后 她眼睛失望的眼神 我就深深内疚 你这样 她说好像就这样 你能记住 你能记住她失望的眼神 就表明你内疚 就是内疚啊 如果你记不住了 你就没有内疚 我就是内疚啊 很想今天的本领回去告诉你 我是行的 就好苦啊 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就好苦 文涛 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的是 我觉得当我回忆起这些 就是那种门门隆隆的感情的时候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那个拍婆子的那种 那种 虽然没有被拍 但是我觉得是同学之间的 有一种那种少男少女的那种 门门隆隆的感觉 其实真的手也没摸过 甚至于那种男女生都不说话 但是呢 你走在这边的时候 那个男孩走在那边 你就能感觉到 他在 他在看你 他在对那种 我觉得那个就 其实那个是美好的 这个就是 对 这叫什么呢 饥饿心理学 不是就是 你说这叫什么美好的 我能 当然是 我能跟你 在这一点上 我不知道这个 你比如说啊 要说现在 你跟一个女孩 拉手 你还能有触电的感觉吗 没有了吧 但是的确在那个时候 对啊 我记得我跟我那个 高中女童桌 哎呦 我真是体会到 原来跟女孩的 这个手指头相碰啊 过电 生理的 不是心理的 我记得老师在上面讲课 两个人啊 这个羞红的脸 怕他可做事 然后呢 先是这个两个 小手指 弱有弱 我都碰一碰 然后 哎 枕子够大的 勾一块 我现在还记得那种啊 那个电流啊 然后再勾一个 再勾一个呀 就这样 一直到老师说 你们俩干什么呢 就是 那你说那 那你觉得那是 特美好的是吗 你也觉得很美好 我看你说的很幸福 对啊 我觉得你也觉得很美好 对啊 对啊 你并不是说 我觉得那叫蒙昧 我觉得 那你觉得什么叫美好呢 蒙昧就是美好 对啊 我觉得距离是有美感的 我还是较为相信呢 就是 智慧指导人生 你比方说 就是说 咱们现在 比如说那个时候吧 说初恋 也不知道怎么关心女孩 对吧 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她 闹矛盾 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比如说现在 你也许知道了 你会爱得更好啊 我 那不是你的年 明明过了是这样 就是 这是两套系统 第一套系统叫知识 就是传递的 我们看书啊干什么 这都算知识类 第二个是经验类的 经验类是不能传递的 比如我说 你摸手有过电的感觉 你没摸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感觉 对不对 知识说这个水是烫的 你容易烫伤 你手不碰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烫 所以这个就叫积累的 这个积累的这个知识 不 积累的这个经验 如果你写成书 就又变成知识了 所以人生很重要的积累 这个积累是回不去的 简单的说 每个人要能重新活一回 每个人都是圣人 我们现在要回到18岁 回到我那个样子 我现在不 你再见我都见不着了 对不对 那就是圣人 我不会犯任何错误 神龙见首不见尾 那可不 那我什么错误 我什么错误都不会犯 对不对 然后我还会 就是每一步都准准的踩中投资点 随便拿个小钱 就变成大钱了 对不对 对吧 就是你 之所以你怀旧 是因为你回不去 你才怀旧 你能回得去 谁怀旧 这个嘉辉 这影评家 我听下一句 形容王家卫的电影 我觉得形容的特别好 他说这个王家卫 所有的电影 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这样您的说法 可是马爷其中有一个 因为对 当然怀旧 因为回不去 我们看着以前 那重点是说 我们如何摆定 自己跟一个回不去的 以前的关系呢 既然都回不去了 我个人觉得说 基本上只能尊重 也只能感恩 因为不管以前的 我刚说的经验 多么的遗憾 或说多么的初电美好 每一个都是我们 今天的礼 今天的德文涛 今天的马家辉的 一个部分 今天的马也一个部分 没有那个 就没有今天的美好 也没有这种经验 你老代没被人家开什么 北京话叫开瓢 开瓢 开个瓢 你就没有 今天就要让我 对不对 所以那个 就一定要尊重 然后感恩 不然的话 就会像我一样 整天想回去 好好表现 就很惨 就是你看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你们认为是 我跟人说呀 别人觉得是特美好 可是为什么我记得的 我是觉得就是好苦 就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今天这个文理在这 我揭晓一个 就是为什么我头一回 在霸王别姬上 看见你啊 当然是被你的演技迷住了 但是你知道吗 你非常像 我在这个青春蒙动期的时候 跟踪过一个女军人 你长得跟她非常像 尤其我说这个 就无量无量这个眼睛 那个女军人还有点 那个就年代算时髦了 这刘海有点烫了头发 那你说 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年的时间 就是这种少男呢 偶尔有一次 我是八点等公共汽车上班 我们那个附近呢 是有那个驻军 然后这个一个女军人 穿着军装 她这一年 她都不知道有一个男孩子 一直等着她 我一看啊 我就惊为天人 就觉得她好美啊 觉得这个警方军女战士 就觉得她好美 然后呢 也没有别的 你说就很纯嘛 然后我就开始啊 每天上学的时候 在公共汽车站那等她 有时候她没来 我就等 经常为此迟到啊 就罚站啊 因为有时候她没来 我就等 就 她从来都不知道 这么个小屁孩 那就等 然后跟她一起坐上车 就这样跟着她 然后呢 就说 没有丝毫的接触 她也不知道 我就记得 唯一有一次的这个接触 也是像过电一样 就是冬天 她穿着个军大衣 我这小孩 我又靠着她 就很幸福了 你知道 她都不知道 但是然后呢 就是我要穿 要进我自己的兜 但是太挤了 你知道吗 你拆进她的兜 拆进她的兜 拆进她的兜 哎呀 突然我就把手拔出来了 她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 哦好温暖啊 好温暖 然后你知道 我几乎就一年 看了她的半生 我怎么说呢 我跟了她一个学妻啊 慢慢的呢 她就跟一个男军人 一块来坐公共汽车了 来气你来了 不 显然是找了男朋友了 你这还是怎么样 慢慢的呢 这个男军人陪着她 肚子大起来了 哦 你知道吧 后来这个人就消失了 我 你 你想 你现在想起来 你觉得这是美好 美好 当然很美好了 对啊 我天天等啊 现在想起来 想起来就很 就 那美不美好 也要知道 文涛 美不美好 也要你 在 知不知道后来的遭遇 比方说 怀旧电影芳华 不在乎结尾了 就长得跟你很像 就长得跟你很像 你也说 他算是 这可以拍电影 这也真的是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看多了 我以为是芳华嘛 这钢铁怎样练成 没有啊 后来重要 结尾 我觉得还是重要的 后来你知道 后来的结局呢 其实对你 用从什么角度 来回看这个关系 后来啊 其实后来 后来我想起来 后来我见过一次 就是大概在 就隔了第二年 就是抱着小孩了 就生了孩子 我看见他抱着小孩 在看见的时候 这小孩完全就完全没有了 觉得这是过 真是风打雨 再过三十年 你看他胖大妈 你跟谁 我不是以貌取人啊 你不能误解我 我是觉得好像 就是这么一段 有的时候你看 你想你小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 莫名其妙的 误打误撞的这个情愫 文丽 你这么梦幻型的人 你特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 也是做过什么梦似的 有啊 我那个时候 我记着有一个 美国的电视剧 叫大西洋抵来的人 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对是个美发的 麦克对麦克 我就把那个报纸上 他的照片剪下来 放到我的书里 上课的时候就想看一眼 然后那时候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 能到美国能碰见他 就你迷上他了 对都有啊 我觉得就跟现在很多 会有很多的粉丝 会喜欢追星的 是一样的 对 有多好看的 那个时候大西洋抵 对啊 你们香港人不看那个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好像有电视剧啊 对引进的一个 对对 一个长脚谱的 在大西洋底 出来的一个人 对对对 游泳都 那个时候我们在游泳池啊 游泳池 一池子那海子全那么游 全都那么游泳 你记得吗 所以那个时期呢 由于它是个裂变时代 因为我们是从一个 就是今年有个很大的主题 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嘛 他拉开这个墓的时候 过去那边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拉开以后 就见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比如像大众电影 这样的杂志 那在我小时候 都没有这种杂志 怎么可能把个女的 印在封面上 对吧 已经进步了 那么八十年代的 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动荡 让我们就是进入一种 完全的就是 就像一个海绵进入水的 水池子的一个状况 往里的吸东西 那个那十年 对于我这样的人 是最合适的 就是我老觉得 我老说 我很感恩 就我们生活的时代 第一我生出来 国家已经安定了 不打仗了 我们上一代人打仗 打仗是个很可怕的事 是是是 那么我们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受点苦 受点难呢 是能扛的事 你不就是下乡吃点苦 然后饿着点 但你能扛着 你过来了 然后呢 顺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腾飞 你所有的好事都赶上了 你还有什么去抱怨呢 对 反正呢 就我现在就发现 就是说 这人呢 真是个很难伺候的一种动物 就是说 你现在要让我回去 我不回去 因为现在日子 过得好得多 对吧 可是呢 就像我刚才说 拉手指头 麻酥酥一样 某些感觉 对 你现在接受的多了 没有了 你比如说很简单 就我记得 那个时候的形容啊 就刚刚大陆 可以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报纸报道 有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歌声 邓丽君的歌声 融化了人们心中的尖兵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俗气 就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 就是说 因为我们当时 就像你说的 就是当时生活那种环境啊 是那样一种 我觉得比较粗力的那种内心 然后呢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 而且是转录了多次的那个录音带 那跟下雨一样的 那个沙沙沙的声音 然后你就听见这么一个 小乘过失落 哎呦 你就真觉得是心中的那个冰融化 你今天听音乐 你不可能再有当初的我们那种感觉 那你今天很多东西都不可能有 比如我跟他们讲啊 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电影是必看的 他们说什么叫必看 我说你今天多喜欢看的电影 你都可以不看 我们什么叫必看呢 就是扒着墙头脚底下踩着一锣砖 看俩钟头 那叫必看 对吧 你想要谁 今天你要谁受这罪去 我印象太深了 因为有的地方那都是露天影院 他不让你过去 不让过去只能扒着那个墙头 你个儿又不够高 所以先找砖头 把脚底下垫起来 垫起来 扒着上面 脚底那砖头都是晃晃悠悠的 扒着墙头能看一电影 对吧 这就叫必看 所以才有了当年那个什么 牧羊女那曲子那叫什么 少林寺 少林寺 少林寺多大票房啊 对 那时候那票 叫金兰吧 那个女人 对 叫什么我记不住了 就是那票卖一毛钱 一毛五的时候 他卖一个多亿 你想哪多 那不可想象 你今天卖多少个亿 你也卖不过那张片子去 我就看了五遍嘛 对 很多人是看多少遍 那就是一个 红高亮 我记得是五分钱 就少林寺多大就好 您高亮已经是八年代了 八十年代了 我记得我是买票去看的 对 很便宜啊 那时候都是一毛两毛看那儿嘛 不是怀旧 我们自己都有怀旧的乐趣 可是有时候呢 我自己怀旧可以 我偶尔看到别人怀旧 我有点生气 因为他居然怀我的旧 这是我的旧 我1963年出现 成长了70年代 80年代 香港好多年轻人 怀旧 怀70年代 80年代 我就觉得 怎么突然我们变成 别人眼中的旧 对 他就是老头儿嘛 老爷爷 我别人是你心中的 你那时候怎么样啊 这样问我们啊 我一看到别人怀我的旧 我就很生气 怀旧几人我自己怀 你怀我 我就觉得你 嫌弃我老了 所以我们对怀旧 是很暧昧的感觉 我要一往无前的 跟年轻人 搭成一批 但是文立 我问问你啊 这个对女孩来说 尤其是个问题了 就是要是上帝说 你可以选择 那你比如说 你二十几岁的时候 满脸胶原蛋白 你愿意回到 二十几岁的时候的你 还是愿意做 今天的这个你 我觉得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愿意做今天的自己 我挺喜欢我跟文立的一个 一个合影 我就是觉得呢 他要说他现在活得好啊 其实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你呢 一直有那种 女学生的那一面 就上次啊 我们去那个乌镇 就是有一个学术的 一个讲座 那有这个这个文道啊 还有这个单清老师 还有个英国来的这个学者 甚至还要翻译 大英博物馆的 大英博物馆的 就讲的问题很深呢 你我就你跟你看 你看我们俩 你不是看我 你看这个文立的这个神情 文立的神情 讲的很深 你看甚至于 我在那琢磨什么呢 就接下来我就尿顿了 我找了个上厕所的理由 实际我出去划夜船去了 对对对 结果我划完两个小时 夜船回来 文立还是这样 他听他喜欢听这些个东西 他好像一直在想吸收 这些个文学的 什么经典的 就是你肯定是有你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 哎呀我就是永远觉得我的时间不够 我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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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 年长越觉得自己的缺失和缺乏和无知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特别想多读一些东西 但是呢就就是就是事物性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说像 这个他说的点不上就人呢随着年龄增长紧迫感会增加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我跟他不一样 我还是希望年轻 我老说 我假设谁能够说让我回到18岁20岁 我放弃所有 我愿意回去 从来一次 从来 您说您的模样是没必要盼着年轻的 但是您最盼着年轻 但是文力版的不盼着年轻 对对对 他对他 你说 也不是说不盼着年轻 当然我也希望是能够这个状态呀身体呀各方面再回到这个面貌啊回到如花似玉的年龄 但是其实从刚才所说的 我说从心里的这个感觉 其实因为每一份经历吧 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经历 其实对我都是一个滋养 不管是好的和不好的苦的和甜的 我觉得都是滋养 那么到现在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 就不会说是那么的像原来那么的就是老纠结啊 年轻的时候很多不满意 对对 现在就变得越来越自如 自足 我比较明白他 因为他有一个职业特征 他的职业特征啊 演员他经历非常重要 如果什么经历都没有 你让他有演了很多 你比如今婚这样的 你让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去演 谁也演不了 所以他呢 我刚才听他在讲 我想他讲的都是他的内心的感受 对 像我们这不是演员 我也不想要内心 我就还是觉得年轻了 年轻了 第一做事儿无所顾忌 就只顾忌一条 就是法律界线 我不越在法律界线 干什么都行 今天干什么都有所顾忌 我知道了 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是吧 好 祝愿这个马爷返老还童 什么返老还童 那这个文历是青春永驻 哈哈哈